你敢相信,眼前的女人居然只有18岁吗? 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02年,真实地记录了清朝时期,百姓生活真实面貌,街头上乞丐蓬头垢面,面对镜头不知所措,面对洋人点头哈腰,其余的百姓则是四处张望。 光是这环境,便已看出,清朝时期的百姓生活并不富裕,随着镜头的转移,一个修鞋的老人出现于镜头中,当时的鞋子十分稀少,会修鞋的人都算是拿上了铁饭碗,故而镜头中的老人穿着显得富泰一些,两位木匠正在努力地工作,他们手中拿着模具正在制作木床,清朝生产效率低下,故而很多家具都是通过手艺人不断打磨变成商品。 为了进一步看清清朝百姓生活状态,记者拿着摄影机,再次进入到了农家小院,不足五米的木房便是他们的家园,妇女们正在制作布匹,男耕女织的生活,直接出现于镜头中,这一家人正在磨豆腐,简单的动作,却需要极大的力量。 这家人正在弹面花,在小农社会中所有的工具都需要自己制作,商品流通效率极低,看到这些场景,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想要穿越到古代。